中秋解江至 许多家庭团聚在一起 与亲朋好友享受烤肉月饼等应急美食 但也伴随着高脂肪高热量高糖等 三高饮食的潜在风险 反而造成身体不适 我很喜欢吃月饼 尤其是蛋黄酥 但是因为它们真的太甜了 但是吃多了胃很容易不舒服 每年这段期间 其实我都会不小心吃太多 然后导致我自己的胃就很脏 然后消化不了 医生就有建议我说 在日常保养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多吃一点益生菌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的消化道 然后让我享受美食的时候 会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其实会去影响的是肠胃道的蠕动 甚至是胃排空的速度 那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胃脏器 胃食道逆流 甚至是便秘的可能性 当然还是要适量的摄取 我们不要说突然的暴饮暴食 可能会造成你肠胃道的消化不良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 我们要多摄取一些蔬菜 会建议是可以选择 比较多菌种的益生菌 它可以过一个全面性的防护 那也可以增加一些益生值后生源 可以增加我这个益生菌的功效 也可以在我的消化道 这个促进它的消化 甚至是帮助排便的部分 甘胃人生9X益生菌 拥有九大益菌 添加专利蔬果精华 以及综合消化酵素等 能帮助消化 让排便顺畅 维持消化道机能 像是现在市面上一个人叫9X益生菌 其实它的菌株就非常全面 它含比如说像是A菌 B菌LP菌等等 那也有含的是一支 真的是专门促进消化的 一个专利菌 那甚至在里面 还有添加一些蔬果精华 那也可以争据说 我的排便状况 还有一些像是促进消化 然后尝到菌虫的防护来讲 它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营养师建议 欢庆节日的同时 切记不要大吃大喝 以清淡饮食为主 再搭配上合适保健品 让你想用美食无负担